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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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们在自己身上或者是自己的一些消费需求是大大降低的 那么之后我们再看一下30岁到40岁的人群 本质上来讲消费是也比较弱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上游了下游小 大家手里要攒一点钱 那么再往下看90后和00后刚步入职场不久 那么他们手里没有太大的一个消费能力 自己运用资金的能力和资金的数量都不够足以支撑整个消费的技术 所以中流抵住80后或者是财富阶层70后60后 大家整体的一个消费都是在下降的 所以这个周期可能还会继续持续一段时间 另外一个小周期就是20年的技术上的一个周期 我们看到现在基本上还是市面上没有太多能吸引我们的一些新的科技上的产品的一些出现 所以大家要继续的保持警惕 即使黄金价格下跌了 那么它的根本原因还是受到了美元和美国指数的双重的一个压力 那么对于全球投资者来讲 最不希望黄金价格上涨的应该就是美国了 或者是美联储或者是美国的华尔街 因为黄金的上涨直接威胁着美元的霸主地位 另外一点如果黄金价格迟迟居高不下的话 那么大家对于美国股市的高位始终是有一点恐慌情绪的 那么去年在12月的时候美国股市是大幅下跌 那么今年如果是黄金继续维持在1500美金以上 就证明着国际投资者对于美国股市担忧依据是没有消散 所以黄金价格下来之后 大家认为美国股市或者是国际的资本资金是不是会继续追逐 那么因此昨天晚上美国股市依旧是回升 到27700点的整数大关 所以从概率上来讲的话 我们认为在接下来的一个月 一直到圣诞节之前 那么在资本市场上 华尔街还是希望股市要继续上涨 不要重蹈去年的覆辙 因为去年短短的几天的时间 把大家辛辛苦苦一年的奖金全都颠没了 所以今年不管是从于人道主义 还是华尔街同胞们的这些想法 大家都不希望今年再继续下跌 至少要赚一点奖金 把这个下跌的周期延续到明年 所以大家要等一个信号 美股下跌的信号有哪些呢 可能有的 首先就是消费数据 因为传统来讲的话 装十一过了 但是美国和欧洲 包括澳洲的消费旺季还没有到来 依旧是在12月的末端 黑色星期五 所以大家要关注 接下来下个月的消费数据 那么在1月份 如果是这个数据很差的话 将会直接打击人们对未来经济复苏的一个预期和信心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未来美国方面的一些选举 包括中美的谈判 香港问题的一些解决方案等等 那么这些呢 会从政治格局上继续传到经济导向 因此呢 对我们的股市造成一个引导性的作用 那么第二部分的内容 我们就介绍一下 我们在10月24日盛情邀请的 戴若顾比 教父级的人物 那么他在澳洲呢 也是非常有名的 在1994年的时候呢 他就已经是能够独立的研发交易系统 并且呢划出了顾比均线 那么那个时候呢 我是刚出生不久啊 什么都不会 所以要向前辈们学习 那么在10月24号这一天呢 戴若顾比本人呢 也会 就是受邀 演讲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给大家传输呢 一些技术投资上啊 或者是金融市场 股票投资的基本理念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再看一下 同样是今年 我们在澳洲股票市场 做的一些推荐 那么在24号 我们也会总结 包括今年推荐的一些 Wallworth啊 像这种百年都感觉不会上涨 或者上涨幅度呢 不会很高的股票 为什么还能推荐 并且今年也涨了10块钱左右 这样的一个涨幅呢 基本上啊 是让大家享受了 小盘股的一个 欢悦的涨幅 但是呢 却只承受大盘股 或者是大盘指数 较低的一个风险投资 那么这一类的投资呢 我相信会受到 大分群体的一个青睐 因为大家希望呢 无非就是风险小一点 回报高一点 包括CSL 从180 涨到现在200多 6 270左右 那么这些啊 为什么我们敢于去做推荐 为什么呢 他在推荐之后 能够一路的上涨 那么大家如果有时间 一定要参加我们 10月24日盛大的一个活动 时间呢 是12点 因为人数可能会比较多 大家呢 可以提前到场 如果是想要报名啊 或者想要了解更多信息 大家可以联系 我们的小助手 视频后方的报名链接 或者拨打电话 03-8658-0603 谢谢大家